所以取得 对 就大家把自己书可以放到这里给人看 交换 这个门有点坏 好了那我们回去吧 我们又要去这 明白 好吧 走吧 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住地 我们现在确认一下 车库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在Airbnb上面找到这个床子 然后车库是在这边 车库是在这边 不是 就是刚才那个门 这个门你进来可以进来 大门也可以进来 然后我们在这边订了两个房间 这个是一张大的床 然后外面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没耗时 说连景色都还行 我们看一下吧 哦 就是能看到书啊什么的 这个画风很压走啊 哦 是哦 对 然后 这个是一个房间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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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两个房间 那边是双门床 嗯 我的房间 你干嘛会订两座大厨房 没有啊 他不能选的 这个是他是怎样就怎样的 不能跟他商讨一下 哦 没必你可以跟他商讨一下 然后这边是他的 我觉得他们这里挺好的 就这个地方挺开阔的 你看 这是厨房 他们这边是包含早餐 包含早餐 总的价格是多少 520多加服务费 哦 那就是100牛币 100牛币的样子 100牛币的样子 看一下 哇 好森林啊 哇 好 好 我们先去搬行李 嗯 好 就是那个 新西兰 它是一个旅游很完善的国家 它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官网 旅游局的 然后上面会有很多你 推荐你去的地方 包括一些葡萄园 橄榄园 因为我们想拍葡萄园和橄榄园 这一块嘛 我们就 我就找了其中的一家 它上面很完善 是它可以跳转到对方的官网 对方也会有Facebook呀 Instagram 这些联系方式 也会有邮箱 然后 就成为给它发了邮件 发了邮件之后 它把这个邮件转发给了它的一个中国 中国人的代理 也是生活在新西兰的 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汉米尔顿 它就生活在汉米尔顿 所以我们一会就去它呢 你跟它碰面 然后看看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些什么信息 和介绍什么东西 走吧 但只要你和我一起 放了吗 应该是 前面是57 这应该是 那55 写的55 写的55 它是55吗 我写的55吗 我写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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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明显 我们是要找哪一家 55 那就是这家 这门口没种菜 有点不习惯 有种菜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走吧 介绍一下 这是黄先生 然后这是熊先生 黄先生先生 要不要开灯呢 不用这样可以 这鹏飞 这秋梨 我是成为 就是说 我们当初为什么说 我们原来都想说 把这个橄榄油运回香港 放在香港 海运运回香港很便宜 他们就不容易 因为这个橄榄油 如果放在海运 除非你用冻柜 嗯 你用冻柜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飘洋过海 普通柜的飘洋过海 回到香港的 或者说回到中国的情况下呢 他们已经试过了 嗯 全坏掉了 但他们 他们定义的坏掉 他们定义的坏掉 就是说 可能跟普通 我们在中国买到的 那种橄榄油的 那种定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他们这种橄榄油 你们可以 哎呀 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试 你可以闻一下 嗯 就是说 它还能食用 只是说 它味道可能有一些改变了 品质降低 我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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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去看过 他们当时出问题的那些东西 是怎么样 它是海上飘了很长时间 四十多天 它主要是这边 要经过四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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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柜里面 温度可能六十度以上 对 但是呢 如果用冻柜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会四十多天 它不是说 可能船不是直接回中国 它可能是 走澳洲啊 然后走什么马来西亚 四十多天 新加坡啊 它一个站 一个站 因为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货 没有那么多货 直接喝 我感觉我们消满 那个橄榄油 比这个闻上去 我先消满一下 这些橄榄油说白了 就是橄榄炸出来的油 就等于我们在中国农村里面 花生油 茶油 就没有什么添加 就我是说农村那种 我是说农村 不要说变成商业模式那种了 商业模式那种了 商业模式那种呢 其实都一样成本 这个为什么味道完全不同 它是添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Joff的 不是 它这个是什么 Lost Mary 它就添加了一些东西进去 这个就不是说原味的橄榄油了 它就做了很多种产品出来 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Joff的品牌 不是 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是辣椒 辣椒 对 这有胡椒的味道 对 银赏 这个是在日本得了奖 对 他以前想做日本市场 不是 他现在已经做了 他根本就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他已经很厉害了 他就说他 在我们这边 有十个八个人的企业 已经叫做大企业 因为这么严重贵 他就是十个八个人那种 你明白吗 他很年轻 他跟我差不多年纪 你们看到他就知道了 那就喝一口 不是 这个是真的可以尝的 不是开玩笑 对 小哥们讲 杨杨是直接吃用的 沾面包上面 对 他爱你就会吃了 是 你就会吃了 这不是那个小这样子 我记得吗 所以就一年就变圆了 真的 这个味道是用来尝的 哪个好闻 这个是不是有点臭 反正味道不好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比较 不是 我只喜欢这种 我告诉你 这种呢 这两种啊 像你们女士呢 别人就是用来卸妆的 哦 是是是是 是吧 是的 是的 没错 我们那个小女孩 她就 我们刚开始做 她就是拿回去 这种就肯定用来吃 对 她就用来吃 是的 她们就是直接用了 很多 什么 生完小孩啊 抹肚子 是吧 哦 所以这三个哪个高度 这三个 Joff不算 因为Joff已经算是有点 商业化 应该是这个最贵 哦 但是我 但是呢我 我个人 个人还不是觉得 她这个最好 最好 嗯 这个我会不会出 这个有胡椒 这个有胡椒 对啊 我感觉 可能你这银路跟那个 武团的都能没出来的 这个 这个 队友这个东西我不挑 什么都行 可乐不行 对 我个人是比较 觉得是 Wahiki的这个最好 Wahiki G-6的 这个是最好 为什么呢 可能我是比较崇尚品牌啊 新西兰感染油界 新西兰在 在世界感染油界 最牛逼的人 没有 没有之一 哦 新西兰 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新西兰 它在 世界感染油组织 肯定有个人去的嘛 就说你这方面 比较强的人 它世界组织 其实它也是 各国 各国 派人去的嘛 她这个 呃 这个老太太呢 就大概 就是说 呃 应该我目前所知道的 应该只有她去 她不是 全牛逼的人 只有她有这个资格 应该是这么说吧 哦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汉米尔顿 那个 这个区域的房子是什么样 这个房子是租的 嗯 然后她整个院子 可能有个 六七百吧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确定是吧 没记错 刚刚问了 哎呀 不是六百就是七百 可能差别也不大 然后这个面积是一百八 但是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嘛 嗯 这边 没有什么公摊 就实际使用面积 实际使用面积一百八 进来是一个车库 哦 嗯 嗯 然后这里可以吃饭 这边是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一个卧室 这是洗漱间 现在我们之前去那个欧洲的时候 还有澳大利亚大姐看到 它会有个趋势 就厕所和洗澡会分开 嗯 然后这边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小卧室 但是现在是空置状态 嗯 然后大家肯定最关心就是房租嘛 房租这边是按周算 就是五百一十五纽币一周 折合下来大概就是 一万左右人民币一个月 一万左右人民币一个月 哦 两千嘛 两千四 存起来大概一万 大概一万 但是因为那个黄先生就说 他也在深圳住 也在香港住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地方 地都是出了名的贵的 嗯 所以他觉得这房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 嗯 因为你毕竟在院子很空耗嘛 然后这个街区呢 我们刚过来 这个街区就华人其实住的算是比较多的 所以看一眼吧 可以 这边人都喜欢打赤脚包脚的 就在路上也光脚 孩子上学 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光子脚的校园里走 光脚算了 其实光脚也挺好的 啊 你赶紧光着脚还挺好的 就是你不穿白袜子光脚都挺好的 那我看你袜子也没有脏 这边经常下雨啊 对 但他这雨是稀里里下一下就没了 也有暴雨的时候 反正就是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这个街区我觉得是典型的那种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种社区 他房子多少钱 刚才出算人民币 一万租金 租金大概一万一个月 你可以看到这种房子 就跟我们刚才出的 Airbnb的房子不一样 嗯 你声音打开了哈 打开了 Airbnb那个房子就是 它后面有山 好 好 然后呢有很多的树 但是这边像是新的 新的这种小区 它就比较规整 房子院子多大面积就多大面积 你没有额外福利那种感觉 嗯 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小心 好不过确实没有什么人 到哪里都没什么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这种特性 人是比较少 人比较少 人比较少 这个房子挺漂亮 这个房子挺漂亮 之前那个夏哥也说过嘛 因为他们 不存在说一个大的开发商 然后把整个 所以他觉得这房子已经性价比很高 嗯 因为你边境带院子很空旷嘛 然后这个街区呢 我们刚过来 这个街区就华人其实住的 算是比较多的 所以看一样吧 嗯可以 这边人都喜欢打赤脚光脚的 就在路上也光脚 孩子上学 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光子脚的校园里走 光脚顺便的一件事 其实光脚也挺好的 你赶紧光着脚还挺好的 就是你不穿白袜子光脚都挺好 那我看你袜子也没有疮 这边经常下雨 对 但他这雨是稀里里下一下就没了 也有暴雨的时候 反正就是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这个街区我觉得是典型的那种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种社区 他房子多少钱刚才出算人民币 一万租金 租金大概一万一个月 你可以看到这种房子就跟我们刚才出的Airbnb的房子不一样 你声音打开了 打开了 Airbnb那个房子就是它后面里有山 好 然后有很多的树 但是这边像是新的 新的这种小区 它就比较规整 房子院子多大面积就是多大面积 你没有额外福利那种感觉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小心 好 我去